欢迎收看台湾大搜索之 2020中华民国保卫战选战报道 我是洪淑芬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 台北势力立委的第四选区 内湖南港区 国民党推出的李彦秀 民进党推的则是高嘉瑜 以往这区的选票都是蓝大于绿 但是高嘉瑜蓝势汹汹 以议员之资首度挑战选立委 他的全国知名度和空战力 能不能化为港湖区选民手上的一票 有待观察 而李彦秀的形象家没有负评 陆军势力稳固 能不能连任压力也不小 而我们从上一届2016年立委选举的结果来分析 盛民党台联党时代力量 奔走了16.85%的选票 民进党因为力推在野大联盟 支持亲民党艺人黄珊珊参选 最终国民党的李彦秀 拿下了89612票 以4012票的差距 显胜的黄珊珊 而李彦秀是从议员挑战立委成功 高嘉宇这次终于获得了民进党的征召 投入了立委选战 网络的声量高 长相甜美的她 在2018年议员的选举 她获得34,285票 不仅是港湖区 也是全国议员中的最高票 而且还领先了票数第二名的黄珊珊 超过了8000票 这人气之高可见一斑 这次米战神的双输对决 想必是精彩可期 傍晚6点 垃圾车的音乐响起 附近的婆婆妈妈叔叔伯伯 鱼罐的排队倒垃圾 大家几乎都是倒完赶快离开 没有人想在垃圾车旁都待一秒 但高嘉瑜却穿着显眼的红外套 盯着她的招牌公主头 穿梭在人群 和臭气冲天的垃圾中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高嘉瑜 残酸礼尾 希望大家支持 让我们来到更换 高嘉瑜礼尾 拜托 你穿得太穿得冷 你还要打招 你还要打招呢 对啊 你好认真 不认真不行啊 要加倍努力才有机会 谢谢嘉瑜加油 继续努力啊 即便被封为港湖女神 拥有高知名度 但正在街头 高嘉瑜还是一双手 一双手的握 完全不在乎 婆婆妈妈刚拎着垃圾的手 会不会油腻 会不会脏 这是属于高嘉瑜的亲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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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本人啊 你可以看吗 好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 本人比较漂亮 其实从来没有觉得 跟垃圾车有什么味道 从来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们心里面只想的时候 哪里有人 我们就往哪里去 然后尽量的去接触民众 没有拿去下一个点了吗 还是等一下 那我们会一直跟着垃圾车走 对啊 就是沿路 用徒步吗 没有 开车 徒步来不及 因为有些人会提早到 那个点去等 所以这个点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下一个点 就会有很多人 能先拿着垃圾车就可以先发 不然人家丢完垃圾马上就走 垃圾车什么时候疑点 路线怎么走 高嘉瑜清清楚楚 因为从2010年第一次参选市议员 他就开始跟着垃圾车扫街 那时候的高嘉瑜 没有人脉 没有资源 晚上不晓得去哪败票 后来意外发现 只要有垃圾车的地方就有人 而且还是最在地的居民 于是到现在 追着垃圾车跑 成了他和竞选团队 选举时的习惯跟传统 常常跟到深夜 才拖着又饿又累的身体 到夜市米时 把夜市排在最后一个行程 就是其实可以顺便打打牙齐 对对对 一定要一定要 都这么晚才吃饭 我们都跑完才吃 都9点多10点 9点多10点 然后第二天一早 今天要清风 一早可能5点多6点 不一定 看游览车 然后去公园市场 边吃着猪血糕边受访 高嘉瑜完全没有所谓的 女神形象 自在地做自己 这或许也是高嘉瑜 受到中间选民认同 还有年轻民众支持的 云云之一 你要合照 好 好 来 帮我们合照一下 1 2 3 好 谢谢啊 帅哥 高嘉瑜 第二次 第二次看到了是不是 上次在那边就有所记载 上次来炸鸡的时候 即便还是学生没有投票权 但只要和他打招呼 高嘉瑜就会亲切地走上前寒暄 不分男女老幼大小通吃 采访当天 刚好是释放12强中日大战 早接到一半 高嘉瑜索性就停下来 跟着摊商一起看比赛 中华队加油 现在总共是怎样啦 5比0 这样我不敢看啦 第几局7局 没关系棒球厉害就是在9局下 能够逆转胜 这个就是不到最后 绝对不要放弃 好 最后一定会赢的 跟妳这样加油 对对对对 据可惜这场比赛最后 中华队以1比8败给日本 初次挑战立委选举 高嘉瑜的竞选口号 打出加倍努力 因为这场选战 没有以前选议员那么轻松 过去10年 高嘉瑜从菜鸟议员 耀身成为港湖女神 脸书粉丝团 更有超过24万人追踪 还曾经直播打电玩 我回来了 干嘛啦 故意的啦 我回来了 创下15分钟 就有6000多人同时线上观看的 惊人记录 连嘟嘴 翻白眼都被网友称赞 好萌 顺势推出了表情包 网友也疯狂下载 但是高人气就等于高得票吗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投票率 网路上有一定的声量 但是很多支持者 可能都不住在内湖南港 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宣战 那不仅是因为蓝大于率 也因为说对手长期的组织 跟庄角是非常的稳固 高嘉瑜很清楚 选举不是靠按赞数的多寡 而是得票率 对区域立委而言 空战打得再好 如何靠陆战 把网路声量化成选票 才是制胜关键 毕竟高嘉瑜这回对上的对手 也不是省油的灯 而是三代政治世家 五届市议员 一届立委的 国民党现任立委 李彦秀 我是李彦秀 今天和大家小周末愉快 还有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 我是李彦秀 四年前 李彦秀初次挑战立委 那一年国民党历经换助风暴 声势跌到谷底 而民进党在港湖区 又离让亲民党黄珊珊 在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李彦秀依然以 四千零一十二票的差距 赢得选战 就能看出 她的地方实力雄厚 有 我带大帐呢 对啊 很好 我改天来补大帐 人认人认哦 冬算冬算冬算 这哦 今天给你補充 好 给你補充 那我唱歌了 要让你簽名了 这天采访 我们一样跟着李彦秀扫街 却看到她 不同于女强人外表下的另一面 给我一点绞肉 给我一点绞肉 对 装了一百 我就想会自己来买菜 然后回去做饭吗 呃 市场是我最喜欢 跑选举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可以顺便采购 可以顺便采购 而且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逛市场 老板 多一点豆沙 你要哪一种 好 我最不错 它是五香的 对 我本来是 芹菜 对啊 五香的比较香啊 对对对 来 虎儿子包 帮我先做一只鸡腿 好 没问题 要不是背心上印着 李彦秀三个字 否则还会以为眼前的人 是自己的妈妈 或是邻居婆婆 那样自然亲切的上市场买菜 还会跟摊商闲话家常 而且画面毫无违和 你要选举我 我不要在你变异 我不要在你变异 文秀要买的也叫阿姨 所以说算你能够多 别买的 放心 终于买完 拎着一整袋战利品回到服务处 我们今天补充补充 给大家补充补充 包装包装 原来采访这天是24节气里的立东 李彦秀一早市场败票采买 就是为了替幕僚和志工们补一补 再怎么累肚子饱饱的 皮脂就不会不好 选举的时候形成特别 所以不能饿到肚子 用吃你去打茶 用吃做菜交朋友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这道菜有菜吗 私房菜 李家私房菜 李彦秀还趁着炖麻油鸡的 空档炒了青菜 镜头前完全颠覆她 问证女强人的形象 幕僚私下说 李彦秀个性其实很温柔 而且爱做菜 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 要不是选举行程忙 不然她每天都会亲手作便当给女儿 快点啊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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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今天没有足得很有 跟着委员跑道也是怕太瘦 只有委员瘦我们都怕 我没有瘦 要想办法瘦一下 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不认真 所以要想办法瘦一点 整个服务处竞选团队就像一个大家庭 李彦秀像妈妈一样穿梭其中 或许就是这种家一样温暖的感觉 才让支持者和庄角 长期以来死心塌地的跟随 家庭的支持 其实是永远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角色 可以涌往前进很重要的力量 或许年轻的好朋友会喜欢嘉瑜 我觉得也非常好 嘉瑜其实在这一块是他的优势跟强项 那我其实经历过那么多的人生的不同角色 我又是妻子 又是太太 又是妈妈 李彦秀这个品牌不是靠一场选战打起来 那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的一个结果 这回拼连任 李彦秀虽然有现任优势 加上基本盘稳固 但对上善于网路操作的高人气港湖女神高嘉瑜 李彦秀在网路空战这一块 也不敢轻忽 为了拉近和民众的距离 李彦秀还拍了两支酸民毒蛇大挑战的影片 用自嘲的方式 面对网路上酸民们的酸言酸语 我眼睛很正常啊 我怎么看不到哪里漂亮 眼睛业障重吗 呃 我一定要担心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发型的问题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哪里 我觉得有可能是脸的 你欠揍吗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沟通平台 所以我也觉得我就用另外一个面向 活泼的开心的 有更多的连结 后来又和立委蒋万安合拍 买关了眉的哭泽影片 还有以职业妇女身份 为小孩准备便当的料理影片 通通都有超过七万的点阅 网路人气虽然还不及高嘉瑜 但李燕秀努力追赶中 当港湖女神对上港湖战神 陆战空战各有拥烈 这场女力对决 究竟谁胜谁负 不到最后 谁都说不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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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